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是为了不想留下遗憾 不想后悔 Little Legacy是一个充满希望 不分彼此 互相尊重 互相学习的一个大家庭 也是一个完成我们 心中梦想的平台 再创高峰 震盼出击 士气高昂 领军万千 Return Legacy Royal Ambassador Wiki Fu 欢迎Ms.Wiki 掌声尖叫声 大家好 我是来自车拉斯的Wiki 在加入Royal以前 我是一名宠物美容师 经营着自己的宠物店 由于人手不足 我每天都忙着跟宠物打交道 因为宠物店的生意都有限 所以那时候很忙很累 赚到的钱扣除租金 扣除员工的薪资以后 也没剩下多少 我们给Wiki掌声 支持她 加油 加油Wiki 然后不管财务还是时间 都不自由 所以那时候很累 想陪家人 想去旅游 都是一个问题 直到有一天 我有一个做网卖生意的小姨 来跟我介绍 分享一个产品 那个就是Redoxi 为了表示支持 我就买了一瓶回家试试看 当时我也抱着 应酬的心态 但是没想到 产品的效果这么好 由于自己用到很好 就凭着Sharing is caring 的心态 我逢人就分享 几乎身边的所有亲朋好友 都听我分享过不止一次 尤其当他们称赞我的皮肤 越来越好的时候 我的分享的症状就发作了 当时我也没有特别去注意 这个分享的动作 能让我赚取多少钱 直到有一天 我发现我的户口 进了一笔很大的数目 所以我才去找小姨 深入了解IL这间公司 共同讨论赚钱大计 我没想到 就只是靠真诚的分享 就能赚到钱 所以 那时候 我上了Ruby 上了Ruby Manager以后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 另一个选择 所以我没有再经营 宠物店了 就只是全心全意 做RL事业 后来我就有更多的时间 陪伴我的家人 还有找回自己的生活 还有一件让我特别开心的事情 就是 在我吃了W Plus 调理身体半年以后 我就怀孕了 生了我儿子 很多人都讲 养一个孩子 就等于在供一辆跑车 这只有自己亲身经验过 才知道养一个孩子 是多么的烧钱的事 不过幸好 有RL这份事业 让我没有后顾之旅 感恩公司 给了我这么好的平台 感恩伙伴们 家人们 一路来的支持和努力 还有 谢谢我的 企业上师 Yves Lynn Ong 谢谢她 一路来的支持和培养 每当我遇到什么问题 我都第一时间 打电话找她求救 所以当时她帮了我很多 当然还有 感谢我的领导上师 阿杰对我不离不弃 我佩服杰 她每个星期都从 是紧张自己一个人驾车来公司学习 这份毅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还有 我要感谢我的亲爱的老公 他一路来这么的支持我 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我知道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只要有公司的领导 还有团队和我一起拼劲作战 还有团队和我一起拼劲作战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害怕 还有团队的节奏 一起共同奋斗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Vicky 勇敢的分享 谢谢Vicky 我们的Royal Ambassador Miss Vicky 哇 这一路很不容易 我们现在开放时间 让所有的家人 第一个走的第一个是老公吗 哇 老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来 所有其他的家人也赶紧跟上 你们的支持就是Vicky 最大的能量 也是他泪线守不住的这一刻 很难守得住啦 因为看到这些一路成长 一路平薄 一起努力的这些家人 Return Legacy 真的是给了他非常大的肯定 还有自己的孩子呢 好可爱 他的跑车孩子 当然大家也要准备好 你们最漂亮的笑容 因为很快 我们要把这一刻呢 再记录下来 来一张大合照 每一位分享者 在舞台上说故事的时候 真的不容易 对 没错 这要回想一路在Return Legacy的 付出跟努力 还有坚持 好 如果你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呢 现在是刚好在外头的话呢 可以马上把他们叫进来 因为待会有个非常棒的一个演出 这是绝对不能够错过的 好 马上就定位 好 我们也请Vicky准备好 你最灿烂自信的笑容 Vicky站在舞台的正中央 好 来我们来一张大合照 男女人 家人 你自己的孩子 还有老公站在旁边 来咯 准备 我们舞台前方摄影师正在挥着手 看到吗 那一位 请望向他 来 准备 一 二 三 Yes Vicky准备 就把这一个非常 precious moment 给留下来了 记录下来了 够了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所有的家人 恭喜我们的Royal Embassy的 Miss Vicky Faux 再创高峰 震盼出击 士气高昂 领军万千 Return Legacy Royal Ambassador Vicky Faux Royal Ambassador Royal Ambassador